未來五年 日本職棒太平洋聯盟的賽事 也可以在臺灣的電視體育頻道看到了 由體育頻道跟日本職棒太平洋聯盟簽下了五年合約 從七月一號開始 週週都有轉播 目前臺灣大部分的旅日球員都在太平洋聯盟 未來就可以直接看到現場直播 疫情期間更可以讓球迷應援零時差 旅日棒球投手宋嘉豪 漂亮三陣 全場沸騰 效力於日本職棒東北樂天隊 隸屬日職太平洋聯盟 未來要同步幫喜愛的選手應援更容易了 因為國內有體育頻道和日職太平洋聯盟 簽下五年 轉播合約 因為我們很優秀的選手 基本上都在太平洋聯盟居多 包括柏榮 吳念廷 張毅 宋嘉華 都在太平洋聯盟 所以事實上太平洋聯盟 也有很多臺灣的球迷都很期盼 目前臺灣共有五位旅日好手 包含火腿隊王柏榮 西武隊吳念廷 歐立士隊張毅 樂天隊的宋嘉豪 以及在二軍努力的王彥晨 日本太平洋聯盟加入轉播 也讓臺灣球迷可以關注更多體育賽事 我相信也讓臺灣的棒球迷 又增加了一個福利 加了這個太平洋聯盟進來之後 我相信可以欣賞就更多元 從七月一後起 週週都有轉播 進百場的精采賽事 讓臺灣棒球迷可以跨海感受 記者副長黃辰波 臺北暢報道